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阿尔茨海默病自我管理全书 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一个人如果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会怎么样呢 有一部叫困在时间里的父亲的电影 用第一视角描述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感受 老人安东尼每天起床都会发现房子里有陌生人 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男人自称是他的女婿 但他明明记得前一天女儿说他已经离婚了 他觉得非常惊恐 有时候连女儿也不见了 一个陌生的女人说是自己的女儿 老人的记忆越来越混乱 他搞不清自己究竟身在何方 是在养老院还是自己家里 也记不住每天照顾他的护工的脸 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 他像个孩子一样痛哭流涕 只想去找妈妈 这个电影展示了一个晚期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几个经典症状 偏执 情感爆发 意识错乱 但现实生活中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还会经历更糟糕的事 因为患者一旦认知功能出现障碍 病情是不可逆的 大脑的损伤不可治愈 药物只能缓解症状 随着时间的推移 药物效力会大大降低 患者的病情会继续恶化 慢慢的不会说话 不能走路 无法自主进食 也无法自主排便 在身体机能全面退化后死去 现在阿尔茨海默病 已经成为了国际高发疾病 全球每三秒就新增一名患者 2019年 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估计 全球有超过5000万 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 认知障碍患者 阿尔茨海默病 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死因 到2050年 患者数量将达到1.52亿 这是什么概念呢 根据2016年的人口统计数字 德国和英国加起来的总人数 约为1.48亿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增长快 质子率高 全球无数科学家都在深入研究 如何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 本书的两位作者 迪恩·谢扎和爱伊莎·谢扎 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方面的专家 他们是一对医生夫妇 都是美国罗马林达大学脑健康 与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 夫妻俩深入研究阿尔茨海默病 长达15年 两位专家根据丰富的临床经验 和前沿研研究成果得出结论 90%的阿尔茨海默病 是可以预防的 他们找到了一套 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生活方式 下面我将通过两个问题解读本书主要内容 一 阿尔茨海默病是如何影响和摧毁人的健康的 二 如何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阿尔茨海默病是如何影响和摧毁人的健康的 先来说说阿尔茨海默病的由来 1901年 德国法兰克福精神病院的年轻医生 埃罗斯·阿尔茨海默接待了一位患者 这是一位50岁的女性 入院时 她已经很难完整地拼写出自己的名字了 对于最近发生的事情也都不记得 而且她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阿尔茨海默医生检查了这位患者的大脑 发现了淀粉样斑块和滔蛋白神经纤维缠结现象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得到记载和诊断的病例 阿尔茨海默病由此得名 那什么是淀粉样斑块和滔蛋白神经纤维缠结现象呢 这是两个医学专有名词 也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典型病理学特征 淀粉样斑块是指人的大脑细胞间 聚集了很多异常的蛋白质片段 这种蛋白质片段会破坏神经元传导信息 还会直接损伤神经细胞 人体的大脑要正常工作就需要神经元传导信息 如果神经元受到了损伤 那么信息的传导就会受到阻碍 人的认知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可以想象成一座大桥上放了一堆石头 这堆石头不仅堵住了路 人们不能从大桥上经过 还会压垮大桥 淀蛋白神经纤维缠结现象 解释起来就有点复杂 淀蛋白是神经元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合成和稳定神经元细胞骨架的作用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座大桥里面的钢筋 淀蛋白如果出现过度磷酸化现象 那么神经元细胞骨架就会被破坏 就像大桥里的钢筋生锈了 大桥的骨架就出了问题 大桥就很有可能会坍塌 过度磷化的淀蛋白还会和神经纤维结合 导致神经纤维出现缠结现象 也就是说生锈的钢筋连带着水泥一起 让桥体发生了扭曲 这座桥就报废了 大脑为什么会出现 淀粉样斑块和淀蛋白神经纤维 缠结现象呢 这两个病例现象背后 有四种生物学过程 第一种过程叫做慢性炎症 炎症很常见 比如你的手指不小心被割伤 伤口处就会出现血管扩张和红肿 这就是发生了炎症 人体内的免疫系统开始启动 要消灭掉有害的细菌和病毒 这种突发的炎症叫急性炎症 它对人体有益 因为它会增加伤口处的血流量 让伤口尽快愈合 等到伤口愈合以后 急性炎症也就消失了 慢性炎症则不同 炎症反应会长期处于活跃状态 免疫系统会一直发动攻击 想要清除掉细菌和病毒 如果是大脑内部出现了慢性炎症 免疫系统持续攻击会导致神经元细胞受伤和死亡 从而诱发阿尔茨海默病 第二种过程叫氧化作用 当氧气接触物体时会发生氧化作用 比如香蕉放久了会变黑 氧气在人体内也一样会发生氧化作用 形成一种叫做自由剂的复产物 这个自由剂非常活跃 因为它缺少一个电子 所以它四处乱窜去窃取其他分子中的电子 比如神经元 蛋白质 脂肪酸 甚至是DNA中的电子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大脑内有一个天然的清除系统 可以清除掉自由剂 但如果人衰老了 或者长期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 再或者是长期缺少锻炼 睡眠质量差 这套天然清除系统就会受到损害 自由剂无法被完全清除 就会损害神经元 诱发阿尔茨海默病 第三种过程叫葡萄糖调节异常 葡萄糖为人体提供能量 当葡萄糖转化为能量时 需要一种重要的物质 叫做胰岛素 当我们血液中存在大量葡萄糖时 血液中的胰岛素水平也会上升 胰岛素要将葡萄糖带入细胞中 需要一种受体 我们可以理解为 胰岛素要带着葡萄糖一起 坐一艘船才能进入细胞内 有意思的是 当胰岛素含量太高了以后 船的数量反而会减少 这就会导致进入细胞的葡萄糖减少 细胞有可能会饿死 这种情况医学上称作胰岛素抵抗 如果大脑内发生胰岛素抵抗 神经元就会因为缺少葡萄糖 而无法获得能量 会启动我们刚刚说的炎症反应和氧化损伤 同时整个人体血液中的葡萄糖 还在源源不断的积累 胰岛素水平也同时增加 大脑中过高的胰岛素 有可能导致滔蛋白积变 出现神经纤维缠结 进而诱发阿尔茨海默病 第四种过程叫胆固醇调节异常 胆固醇属于脂质 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低密度的 一种是高密度的 它们的密度不同 对人体的作用就完全相反 低密度胆固醇会对动脉造成损害 而高密度胆固醇负责清洁疏通动脉 对动脉有益 在胆固醇调节过程中 有一种蛋白质主要负责清除脂质 和淀粉样蛋白 但这种蛋白质效率不高 清除能力不强 如果人体内的低密度胆固醇积累过多 动脉就会阻塞 形成血管疾病 血管疾病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种 主要风险因素 这四种生物学过程相互关联 共同作用对大脑持续的攻击 但由于大脑天然就具有充分的恢复功能 所以在短期内 人们往往很难察觉自己的记忆 思维 情绪等认知能力受到了损害 而是会将注意力放到那些 有明显损伤的疾病上 比如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等 这就是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的潜伏期 长达20年 在经历潜伏期之后 大脑轻度衰退的时间也在20年左右 大多数患者可能在三四十岁时就进入了潜伏期 但直到65到70岁之间才开始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阿尔茨海默病的特点也决定了医生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方案 通常滞后 因为患者有了明显的症状才会得到确诊和治疗 但这个时候一切都太晚了 作者认为 目前科学界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以疾病为基础 试图开发出能够对症的药物 比如 盐酸美金刚 就是很好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 然而 这种药物却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 这种药物对于上处于潜伏器的阿尔茨海默病毫无疗效 其次 这种药物确实能够清除掉淀粉样斑块和滔蛋白神经纤维缠结 但这并不意味着患者就能够完全恢复认知功能 因为患者的身体损伤早就在日积月累中形成了 这样的损失是不可逆的 其次 科学家们通常用小鼠来研究阿尔茨海默病 因为鼠类和人类拥有很多共同的基因 然而阿尔茨海默病有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演化过程 而小鼠的生命大概只有两三年 所以小鼠实际上无法重复人类大脑中 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复杂生物学过程 在进行了长达15年的研究之后 作者认为科学界有必要转换思维 不要单纯从治疗的角度去应对阿尔茨海默病 而是要将干预手段提前 在潜伏期甚至是健康状态时就要提前预防 那怎么预防呢 这就是第二部分要介绍的内容 如何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作者认为预防的关键是要从源头上改善四种生物学过程 他们提出了一套叫做神经元计划的防治方案 这个方案的五个核心部分是饮食 运动 放松 睡眠和优化 接下来就详细讲讲 第一部分是饮食 要吃得好吃得健康 人们靠食物中的营养来获得维持生命的能量 别看大脑只占人体总重量的2% 但却要消耗人体25%的能量 所以我们吃了什么就会让大脑得到什么 有益的食物促进大脑茁壮成长自我修复 有害的食物会引发大脑功能衰退 在治病的四个生物学过程中 葡萄糖调节异常和胆固醇调节异常 这两点都和吃有关 先来说葡萄糖该如何摄入 健康的大脑靠葡萄糖运转 但高糖食物会损伤大脑 所以首先就要注意糖分的摄入 那大脑需要的是哪一种葡萄糖呢 作者给出了几种健康的糖分来源 分别是全穀物 比如燕麦 富含纤维的蔬菜水果根类蔬菜 比如红薯胡萝卜等 不健康的糖则包括所有的精致糖 比如蛋糕甜点饼干酸奶中添加的糖 果汁由于缺乏水果中的纤维 糖分很高也是不健康的 还有像蜂蜜这一类天然糖 在大脑中让葡萄糖激增水平和精致糖差不多 也属于不健康的糖 说完了葡萄糖 我们再来说胆固醇 我们已经知道了低密度的胆固醇对大脑有害 在一项针对9900名患者的调查研究中 科学家发现 在中年时期胆固醇偏高的人 晚年患上二次海默病的风险会增加57% 低密度的胆固醇通常存在于牛肉猪肉当中 而且牛肉猪肉中还含有另外一种物质 饱和脂肪 它会促进低密度胆固醇的合成 食物中的饱和脂肪过高 患有二次海默病的风险会增加 哈佛大学的科研人员找到了同样的因果关系 在一项针对6000名女性为期4年的调查中 研究人员发现 饱和脂肪摄入量最高的女性 发生大脑认知衰退的风险 比普通人高出70% 但是大脑健康需要脂肪 那什么样的脂肪对大脑健康有益呢 这种脂肪叫做欧米加3脂肪酸 2014年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 在一项研究中发现 欧米加3脂肪酸水平较高的受试者 在8年后的大脑萎缩程度较小 欧米加3脂肪酸广泛存在于核桃等坚果 亚麻子等种子 羽衣甘蓝 菠菜等蔬菜 以及沙丁鱼 金枪鱼 鲈鱼等鱼类中 综合这些信息 作者给出的饮食建议的核心就是 少肉 控糖 此外 还要保证人体所必须的营养素 维生素的摄入 具体来说 有下面三条要注意 第一 多喝水 少喝甜味剂饮料或者果汁 第二 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蛋糕 饼干等 含有糖类添加剂的食物 第三 多吃鱼肉 坚果 少吃牛肉 猪肉 很多人可能会说 既然维生素 抗氧化剂有用 那我去买一些含有多种维生素 铁 四氨酸等补充剂 来吃 可以吗 但作者想要提醒大家 没有一种补充剂 可以弥补长期的不良饮食 相反 如果对补充剂不了解 盲目补充 还会对身体有害 比如 大量的维生素E 有时会导致肌肉无力 疲劳 恶心和腹泻 维生素K 会影响血液凝固 维生素A 会导致头晕 头痛等 所以 坚持天然的健康饮食 更重要 说完了饮食 我们再来看 神经元计划的第二个方面 那就是运动 运动对大脑最大的好处 是促进血液循环 进而降低 认知衰退风险 里斯本大学的研究人员 曾经持续调查 639名老年人 每三年 为他们做一次 认知能力和血管测试 结果发现 与不运动者相比 运动者患认知障碍 和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 降低了40% 哈佛大学的一项 针对18000名女性的研究中 也佐证了这个观点 每天坚持15分钟的快走 会延缓认知能力衰退 并显著降低 阿尔兹海默病的患病风险 要注意的是 在这项研究中 快走不是普通的溜达散步 也就是说 只有高强度的 能够锻炼全身 且运动时间较长的 有氧运动 才能促进血液循环 降低认知衰退风险 如果只是以休闲娱乐为主的 溜达散步 并不会带来明显改善 那有氧运动是怎样 促进大脑健康的呢 首先啊 有氧运动会加强大脑的连接性 什么意思呢 比如你吃到了一个美味的椰子 可是你回想起了 你年轻时候曾经去过海边旅游 从眼前的椰子到过去的旅游 这中间就是建立连接 但是人在衰老的过程中 微血管损伤 淀粉样斑块 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阻碍连接 那么就没办法从眼前的椰子 联想到曾经的旅游经历 那段旅游经历被遗忘了 而有氧运动会促进血液循环 增加连接数量 还能增强连接的强度 其次 有氧运动会改善白质纤维的完整性 你可以想象大脑中 有数十条高速公路连接不同的区域 建造这些高速公路的水泥 是一种叫做白质纤维的物质 白质纤维会被淀粉样斑块破坏 但是有氧运动期间的血流增加 可以改善白质纤维的完整性 此外 有氧运动还与海马体等 关键记忆结构中神经的形成有关 神经的形成也需要氧分 医学界将这种氧分称为神经因子 目前已经有研究表明 有氧运动可以将脑部神经因子水平提高三倍 了解了有氧运动的重要性 那具体该怎么运动呢 很多人由于工作需要 每天需要做七八个小时 甚至更久 有些人意识到了运动的重要性 会在周末抽两天时间去健身房跑步 但作者认为 周末的集中锻炼 不足以弥补这一周每天的久坐带来的伤害 理想情况下每个小时都要有运动 有一位叫做迈克尔的会计 每天在办公室坐上至少十个小时 尽管他周末会去健身房锻炼 但他还是总感觉疲劳 头晕 难以集中精神 甚至有时候都想不起来早餐吃了什么 作者建议他每天做三次十分钟的高强度运动 每晚踩25分钟单车 三个月之后 迈克尔告诉作者 他现在一整天都不会感到精力匮乏 和注意力不集中了 整个人也觉得更加轻松和快乐 所以作者建议 如果条件允许 可以每工作一小时之后 就去跑步或者踩单车 现在很多公司会在办公室提供健身器材 正好可以利用起来 如果条件不允许 那么可以尝试使用站立式办公 减少久坐的时间 或者在每工作一小时后 花一分钟的时间 做几个深蹲 爬几节楼梯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已经五六十岁了 再开始运动是不是太晚了 事实上 什么时候开始运动都不晚 只要是缓慢开始循序渐进 避免可能受伤的运动 还有些人会觉得 是不是老年人就只能做快走 慢跑这些更安全的运动 像举杠铃这种器械锻炼 就不适合老年人呢 其实并不是 器械锻炼不仅对大脑有益处 还可以帮助减少骨质流失 保持肌肉 增加平衡感 以降低跌倒的风险 说完了运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神经元计划的第三个方面 放松 也就是要学会管理慢性压力 压力分为急性压力和慢性压力 那什么是急性压力呢 假设你明天要在200人面前发表一次演讲 那今天晚上你可能会觉得特别紧张 晚饭也不想吃 睡觉也睡不着 这种情况就叫做急性压力 当你的演讲结束之后 你长舒一口气 压力也随之消失了 慢性压力和急性压力不同 假设你的工作强度特别大 每天都需要工作到12点 每个月还要被考核 考核结果直接和奖金挂钩 如果连续多次考核不及格 就有被淘汰的风险 为此你时时处于紧张的状态中 常会为自己的业绩感到焦虑 晚上经常失眠 这样的压力就叫做慢性压力 在慢性压力之下 身体总是处于过度工作状态 身上腺素会飙升 血糖也会飙升 身上腺素持续升高 会导致海麻体萎缩 血糖升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 这些都最终会增加 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 为此作者提出要学会管理慢性压力 具体该怎么做呢 作者的建议总结起来有三点 最重要的就是放松 将压力暂时抛开 作者建议可以尝试冥想 201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 分析了47项研究中的 3515名参与者 发现为期八周的冥想方案 能够帮助人们减轻压力 焦虑和抑郁等负面影响 此外 练习瑜伽 听听音乐 或者收拾屋子 清理杂物 都有助于放松 第二 和爱人家人建立亲密关系 科研人员发现 和亲人拥抱或者牵手时 大脑会释放催产素 这种激素和降低压力反应有关 第三 过有目标的生活 人们有了目标 就不容易被眼下的压力影响 比如说你是一位住院医师 你知道自己需要经历 高强度工作的一年 等到一年结束之后 你就可以顺理升为主治医师 也就是说 你充分了解你的压力 它和你的愿望是契合的 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这种可控的压力 会使人们更加坚强 神经元计划的第四个方面 睡得好 睡眠是专门为大脑设计的 睡眠主要通过两个生理功能 帮助大脑保持健康 第一是清理淀粉样蛋白和氧化副产物 第二是组织思维过程 建立新的细胞连接 将短时记忆转化成长时记忆 同时消除不需要的记忆 大多数人每天需要七个小时左右的睡眠 如果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高 大脑就得不到有效恢复 表现为头昏脑胀 注意力无法集中 整个人就像生病了一样 工作也很容易出错 有两项研究佐证了这个结论 2009年 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在无法获取规律睡眠时 人们的大脑中会积累更多的淀粉样板块 从而提高罹患二次海默病的风险 2013年 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现大脑会在深度睡眠阶段清除毒素 其中就包括了会导致淀粉样板块积聚的毒素 这些研究都说明 缺乏睡眠会影响人体的认知功能 那怎样才能睡得好呢 作者的建议总结起来有四条 第一 在固定时间睡觉 固定时间起床 形成有规律的睡眠 第二 避免在睡觉之前吃东西 锻炼 玩手机 看电视 第三 如果晚上睡眠情况不佳 那就不要午睡 即使要睡 也不要超过30分钟 第四 可以尝试睡前冥想 让自己完全放松下来 这样更有利于尽快入睡 神经元计划的第五个方面 也是最后一个方面 优化大脑 让大脑动起来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随着人类的衰老 几乎所有人都会具有一些 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脑部病理症状 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 发生了认知衰退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比如你在听一首莫扎特协奏曲 你的大脑会让你了解 曲子的复杂性 唤醒你小时候上小提琴课的记忆 还有你第一次上台演出后 观众们的鼓掌喝彩声 从一首曲子到多种不同的感知 是通过不同的桥梁和公路来获取的 人在衰老过程中 其中的某几座桥会被血管损伤 或者被淀粉样板块破坏 但如果你多听音乐 或者自己学习弹奏 那你又有了新的认知储备 这些认知储备 又可以建立新的桥和路 去回想过去那些记忆 但如果你不再听音乐 连接又断掉了 你关于音乐的记忆 自然就都丢掉了 所以要预防认知衰退 就需要不断的建立新的认知储备 不断促进网络连接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作者建议 要让大脑动起来 比如你可以学习一门新语言 一种乐器 或者是计算机编程 舞蹈等等 大脑需要复杂的活动 来创造重要的认知储备 2014年 庚特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终身使用两种语言的人 他们花二次海默病的时间 要比只使用一种语言的人 推迟大概四年半 再比如 你可以进行复杂的社交 因为社交需要调弄很多认知储备 比如专注力 记忆力 语言能力等 就像你和朋友一起玩扑克牌 首先你需要很专注 为了赢 你要有意识的去计牌 算牌 打完扑克牌 你们还会继续聊天 所以作者建议 不要一个人窝在家里看电视 要增加和朋友 家人的相处时间 尝试融入不同的社交圈 开展具有挑战性的社交活动 好了 到这里 预防和管理阿尔茨海默病的神经元计划 就介绍完了 作者从健康的饮食 正确的运动 管理慢性压力 创造高质量的睡眠 以及优化大脑功能 这五个方面 让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 尽管目前医学还不能够彻底治愈阿尔茨海默病 但通过改善生活方式 减少患病的风险 已经得到了科学界的普遍认同 2015年 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上 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 也佐证了这个观点 芬兰一个研究团队 针对1260位老年人 为期两年的跟踪调查 研究人员要求干预组 吃植物性的健康饮食 进行有规律的有氧运动 学习计算机程序 同时对糖尿病 高血压 高胆固醇等风险因素 进行管理控制 两年后 干预组的总体认知能力水平 要显著高于 没有进行干预的对照组 医学在不断的进步 也许在未来 科学家们能研制出特效药 但在奥尔茨海默病 无法被打败的当下 在它从一颗种子 发展为无法割除的藤蔓之前 我们应该采取 更科学的生活方式 防患于未然 让自己和家人 拥有一个健康 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好 奥尔茨海默病 自我管理全书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 回来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